无名路人来到赌场赢得庄稼差点破产 老板心机如焚之时 华仔提出妙计 次日路人再入赌场 却窥到无家可归 露宿街头 到底是什么妙计帮赌场解除危机呢 今天木卫就给大家讲一部 老牌香港电影 赌城大亨 华仔是一个穷苦书生 从小受尽欺辱的他 立志长大要翻身 虽然他努力读书 深受神父喜爱 但家境贫寒 让他在暗恋的女神面前十分自卑 富家公子屡次挑衅 他也只能忍气吞声 战乱爆发 华仔流落码头做起苦工 却遭地头蛇欺辱 被打得半死十分凄凉 一日路过赌场 见众人围桌毫不热闹 上前一看 原来是一些路人赌徒 正在带众人赢钱 据说这几个路人 光今天就赢了上千万 几日待下来 庄稼都要被他们赢到破产 紧要关头 华仔捣乱暂时解除危机 得到管事好感 夜里老板心急如焚 管事分析那些路人 有着听头本领 华仔知晓 提出换乘特制筛中 干扰路人听头 自日几个路人 再次来到赌场又想赢钱 没想到这次听头 却屡屡出错 亏得几人是血本无归 这次立功 让华仔得到老板重用 一天华仔被老板 安排出海交易 却遇到了海盗 差点命丧黄泉 抗争中 无意得知 竟是公司内奸人串通海盗 久死一生 回到公司告发奸人 但是死无对证 无法彻底铲除对方 好在这次出海交易 还是被他完成 立下大功的华仔 得到公司高层赏识 地位再次提升 更是迎娶了老板女儿 好像已经走上了人生巅峰 可此时 大老板的儿子 带着华仔曾经暗恋的女神 来到他的面前 难道另一场战争 又要开始了吗 晚上 赌场管事找到华仔 管事表示自己受到排挤 即将离开 华仔很有可能 就是下一个被排挤的对象 希望他万事小心 不久 大老板被绑架的消息 就传了过来 奸人设计 诬陷此事是华仔所为 奈何对方布置周全 逼得华仔含冤入狱 狱中他还感染了重病 真是乌漏偏逢连夜雨 华仔妻子找到他曾经暗恋的女神 苦苦哀求下 华仔在狱中得到了女神的救治 以及特别的照顾 多方打点 华仔终于能够出狱 但必须远走他乡 几人来到香港 奋力打拼 终于成为一代商业大亨 本以为能够就此幸福过安一生 可曾经的赌场管事告诉他 大老板过世 产业都被奸人控制 对方尚未控好局面 这是次不可多得的翻盘机遇 于是华仔携巨资回到澳门 游说各方政府花费无数钱财 终于拿到了这里的赌场开设权 可是奸人哪会让华仔如意 他只是一群乞丐 天天在华仔的赌场门口 弄得华仔是一单生意都没有 奸人洋洋得意来到赌场嘲讽 却被华仔痛击一拳 还不敢吭声 回到家 奸人发现 华仔已经把乞丐送到他家门口 弄得满屋子是乌烟瘴气 真是一报还一报呀 就在华仔以为一切都平稳时 他在路上遭到大老板儿子袭击 这诈婚的华仔被妻子藏到教堂 没多久敌人就追了过来 把他妻子打得是头破血流 幸亏友军及时赶到才救下华仔 可他的妻子却因为重伤导致终身残疾 华仔知道 这一切还是奸人计划的 他一怒之下 悬赏五百万要取奸人的性命 消息传出后 奸人身边曾经的下属都要杀他 连他的家人都背叛他 想要拿他的命换钱 短短一夜 奸人就变为丧家之犬 解决一切后 华仔终于有了安宁的日子 他认为应该不会有人能威胁到他了 此时那个赌场管事路过一笑 让华仔再次陷入沉思 木卫说电影 每天陪伴你 我是木卫 咱们下期再见